好 规定不是拿来参考的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 尤其是有关食安 现在知名卖场加勒福被踢爆说 他们的重庆店的客长下令说 卖不完的熟食商品要放回冰箱 然后隔天再加热卖 如果出现怪味就改做成卤味 用更辣更咸来掩盖 而这样的消息一出 让不少民众傻眼也痛骂 尤其爆料的是加勒福的现任员工 所以现在公司也宣布 客长要停职全面展开调查 也强调他们的熟食商品 只要没卖完绝对会下架报废 货架全面空荡荡 不论是卤味还是熟食一点也不剩 但不是卖完了 而是食品卫生疑似有状况 脸书发文爆料表示 加勒福现职员工出面指控 位于大同区的这间重庆加勒福分店 原先公司规定卖不完的熟食都要报废 却因为客长下令全部收回冰箱 隔天再加热贩售 遇到已经有酸味的 还被要求拿去做成乳味 上层下令下层员工无奈只能乖乖照做 前前后后更持续了一年之久 消息一出让消费者傻眼 民众听闻心 就怕影响商誉加勒福也出面发声明回应 表示公司目前针对接获讯息后 已经由品管计核等相关部门全面展开调查 台北市卫生局也接获投诉 在三月四号到分店积查 对于所提到的客长目前也先已停职 近代调查 当天贩售的首饰商品也已经全数下架 报废处理 原先标榜绝不卖隔夜食品 这回却爆出有分店竟然冰果再复热 带头的客长被停职 但默许的处长和店长似乎不见乘处动作 也让民众对于首饰商品性能度大打折扣 记者黄志祺黄教委台北市卫目到